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救命啊 上 救命啊 你们想怎么样 快点把金银财宝拿出来 不然把你们全家杀掉 我哪里有金银财宝 走 是 知道你以前是做官的 怎么会没有 大爷 我以前虽然是做官的 实不相反 我现在的确是两袖清风 大爷 我们真的没有 请你放过我们 怎么办 全在这儿了 走 别走 不得了 不得了 老爷 夫人 真是太凡人了 不得了 也不得了 啊 不得了 老爷 施主,半夜敲门有何指教? 说来画场,事情是这样。 我们也没别的路可走,请师父收留他吧。 这是冤孽,我佛们慈悲为怀。 他这么聪明伶俐,将来必成大器。 好,我就收留他吧。 我就替他取个法号,叫五星。 他答应了。 我们把毒很弱。 我要了一根交叉。 你已经衣服了。 不然,走快,走开。 我现在会开始兽装了。 汇青 我们在这不知不觉已经过了十几个年头了 是啊 吴兴哥 每天都要种那么多的粮食给私里用 慧卿 你身体有病 我看就歇一会吧 师兄 你不是不知道 让大师兄想法知道不得了了 我们大师兄真是不可一世 就好像自己是主持一样 瞒不讲理 我们去做早课了 你不舒服就歇下吧 不要去早课 坐下 喝碗茶 谢谢 你好好歇着 别去做早课了 谁说不去做早课 大师兄 做这么点工夫就病了 怎么做行者 如果不去我就罚你们面壁 是 大师兄 师兄 我们还是去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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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讲的是二祖慧可 二祖在晚年的时候 因北周五帝禁决佛教 寺院备战 成为贵族住宅或住军 佛像被毁 佛金被焚烧 主持人 那些僧侣呢 有的被杀 有的自杀 二祖就逃避到杨子江的中南山 有一批则远走长安 他们的命运结果如何呢 想不到这种赌命的流浪 反而把禅普及全国 对佛的认识 只有从内心启发 做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 那么说禅的传达在当时既不能靠语言和文字表达 又没有固定的对象 你领悟的真乖 谢谢主持 作曲的原则避王 左 Ugh 左 左 阎 左 右 左 啊 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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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打 爹 来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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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兄 我们去歇去吧 上 怎么了 我练了 不练了 你们不练功怎么会有进步 我们怎么能跟你比呢 有早做到晚 吃又没得吃 天气这么热 再练前连命都没有了 勤练功不放松 一日不练三日空 知道吗 这种死硬功夫我们也练了很久了 照这么练下去也表现不了功夫的奥妙 你少跟我废话 受得了我这一拳吗 气力大是没用的 牛的气力够大了 不过也得听人的使唤去耕田 你这么说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力量和智慧要互相配合 我倒要看智慧高 还是我的力大 空明 不要打 不必啰嗦 你还是别打了 怎么样 自讨苦吃 我们走吧 走 你 拨雨 来 好 天啊 天啊 他们还是比较高 吴 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什么不安心打坐参禅 请问大师兄 打坐参禅是为什么 打坐参禅是为了钳制苦修才能够见性成佛 懂吗 那为掌握到修行之法了 我倒要听听你的见解 修行之法 动物空无 自身有佛 要求佛在心中 对吗 师兄 这简直是一段邪说 出家人不熟读经文 不刻骨修行 怎么能成佛 大师兄 当初佛祖成佛 达摩祖师面壁成道有经文吗 根本没有 所以成佛之道如果死背经文 枪行打坐 那不是违背佛的原因吗 依你的高见 求解脱成佛不在于打坐参禅 而在于顿出妄念 物无所得 既然你对本宗的禅法不能领悟 而且强词辩驳 我就罚你面壁 是 带走 都给我坐好 是 师兄 你已经面壁一天一夜了 连口水都没喝过 吃点东西吧 我不想吃 你拿走吧 师兄 你何必这么折磨自己 伤法师兄 自己的视力那么大 放不着跟他顶撞吗 我只不过跟他讲道理 各有各的见解 他那套说法也并不见得高明 话虽然是这么说 但是在这个年头 谁有权谁就有道理 他讲的话自然就有人听 我看你还是装糊涂的好 免得你受苦 师弟 你的意思是说 做人应该是 大道若虚 大智若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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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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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快点 比武开始 此时返参加比武者点到举止 请 且 内部 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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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好 好 走 去吧 快走 大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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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甘拜下方 身世菩提树 心如明镜台 实时擒佛式 务实惹臣 我们走 大师兄 审法大师兄寄语写得不错 师兄 不如你也写篇跟他对一下 你真会开玩笑 我那两下子怎么够资格呢 除非你帮我 好 进到我班写 大师兄 大师兄 你那天比武武功登峰造极 三两造就把乌庆打败 真是令人佩服 那算不了什么 这次主持的位子你是坐稳了 对啊 你的觊语到今天都没人能对上 这次的成果你们都有功 大师兄 将来你做了主持 可别忘记我们 是 别忘记我们 好 好 慧琴 你不是说帮我写寄语吗 想出了没有 我想出来了 说来听听 身像冲米木 心像冲米苔 天天勤冲米 冲完把米筛 这哪是寄语 你想了没有 师父 师父 什么事 已经有人贴了另外一幅寄语 谁做的寄语 不知道 寄语上没有留下法号 你带我去看看 是 你带我去看 就是这幅 土地本无数 明镜亦非台 佛心常清静 何处热尘埃 你去看看 上面白色的是什么 这白色的是米粉 这白色的是米粉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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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寄语是你做的 是 师父 弟子不惨 米熟了吗 师父 米早熟了 筛康见米 三根 三根 你 你 想 associated 你 你 你 我 好 师父 师父 我去 师父 有什么事 没事 师父 我早就看得出你的武功比神法强 来得准时 弟子遵照法御道来 师父有何吩咐 你对禅姬的认识 米早熟 筛糠见米 人就像米一样 除了外壳 就可以见到真我 弟子需要师父执意 你对我所讲的金刚经渐渐如何 何其自信 本自清静 本不生灭 本自具足 本无动摇 何其自信 能胜万法 毛色顿开 那你对佛的认识呢 弟子略懂皮毛 我问你什么是佛 顿悟见性 我心即佛 何为五蕴皆空 五蕴本空 心空即空 什么是佛法 顿出妄念 勿无所得 不是本心 学法无疑 若是自本心 见自本性 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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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人 是佛 蒙师父法 这是大漠祖师东来的袈裟 老师 如今 你就是佛门 第六代 敌传法师 从今以后 一直不穿 你要珍惜保存 多谢师父 这里容不得你 你要马上离开 然后另开山门 发扬禅宗大法 尊重 弟子遵命 大师兄 什么事 期限已经到了 为什么师父还不宣布你做主持 大家用不着担心 主持这个位子迟早都是我的 话虽然这样讲 早一点比较好 既然大家这么说 我们就去找师父 来 阿弥陀佛 师父在里面敬仰 请你们不要打扰 既然这样 那你跟师父讲 我今天晚上再来 好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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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得了 了 師父将法师 传给了物信 这吗 不信你看 传给物信 跟我来 大师兄 慧卿 你个悟性最知己 悟性去到哪里 快说 悟性四兄告诉我 他暂时离开这里 回乡探亲 他说会写信给我的 好 慧卿 如果已有悟性的消息 一定要马上通知我 因为他偷了主持的袈裟 他罪大恶极 要是你知情不报 你们一样会有罪 听清楚了吗 是 大师兄 干活 走开 走开 师父 师父 怎么会 这是不是真的 照规矩 我是正式比武选出来的主持 你为什么这样传给悟性 再说我也是你手养大的 老和尚 你以为不说话就行了 大师兄 不必给他客气 师父 你把祖师的袈裟放在哪里 快说 要不然的话 不得无理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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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抵达 他 了 你 他 吴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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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同大师已经圆寄了 你找得我那么急 一定有事相告 现在只有吴大人可以替我做主 什么事我可以帮你忙 本来应该我继承一波 但袈裟也被吴姓拿走了 我向你帮忙追回来 并向皇上推举我继承一波 向皇上说好话倒可以 可是追回袈裟 我只能派一批锦衣卫让你调用 目前你寺内有哪位武功比悟性强呢 只有一位 他叫惠明 是个杀人逃犯 事不宜迟 你派他去追回袈裟 后事我们再商量 多谢大人相助 你让他们把他走 就是这样 像个杀人 我 你不敢说 你不能忽然 是你救了我 既然这样 我有求与你可否相助 请恩公吩咐 知道吗 一起照办 阿弥陀佛 施主是 少废话 快把袈裟揪出来 恕难从命 施主 放下屠刀 立地成府 我知道你来找我 并不是你的心愿 请恕惠民妄断 我继续是受人所托 既然你是受人所托 前来取袈裟 那我师父的处境 一定很危险 法唐大师已经缘起了 阿弥陀佛 吴亲 你打算到哪里 我打算到南唐去 继续弘扬禅宗佛法 惠民 你呢 我也不会回去 我打算到云丰山修行赎罪 佛不在外 在心中 能进能悟 顿时成佛 承蒙指引 日后如果需要我帮忙 我一定全力以赴 后我有期 去 去 什么事 最近有人发现 悟性在兴州龙镇附近出现 马上派人加紧追踪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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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帅 帅 帅 姑娘 你是 就是我救了你 我叫李春兰 壮士 你呢 我叫柳阿弟 我的袈裳 在这 是 你要这干什么 这是和尚穿的 春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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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我在这呢 春兰 春兰 她怎么样了 她醒过来 可是又晕过去了 怎么办呢 我看她的气色很差 明天我去买副药给她 好了 你也早点睡吧 好 春兰 爹 春兰 你回来了 我把药带回来了 你煎给她喝 我把药带回来了 卢大哥 醒醒 起来吃药了 吃药了 喝了就会好的 姑娘 谢谢你 要不是你救了我 我早就没命了 那你先歇会吧 你 我先去换衣服 你起来了 卢大哥 你功夫这么好 教我几招吧 我身体刚好 只是活动一下而已 等我完全复原之后 我再教你 卢大哥 既然你还没有复原 不要太累了 我陪你出去走走啊 好吧 我先去换点衣服 卢大哥 卢大哥 我们相处了那么久 我都不清楚你的身序 其实我的身世很简单 我的父母早就去世了 我从小就到处流浪 那你 不想像一个平凡的人 有一个温暖的家园吗 我想过 可是 好男儿志在四方 我想创一份事业 那 你的报复是什么 还不知道 为什么那件袈裟对你那么重要 莫非你想去当和尚 那件袈裟 是一位主持 托我交给一位朋友的 如果他得到这件袈裟 就可以当佛教的主持 我受人所托 所以 他比我的生命更重要 那 那 是不是 任何人拿到那件袈裟 都可以当主持呢 是的 因为这件袈裟 是成进佛门法寺的信物 万一 你找不到这位朋友 你会不会去当主持啊 我还不够资格 如果宣扬禅宗佛法 真的能够谱多众生的话 我想 我一定会努力去做的 卢大哥 以你的武功跟修养 我相信你可以做到 凡事没有那么简单 去创一番事业 必须经过一番挣扎和努力 才能成功的 卢大哥 你说的有道理 但愿你的心愿可以实际 是 不用怕 我是来救你的 可是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其实我也是必拨得已的 你知道神法在室内的势力 你知道悟性他在哪里 你不用怕 也不用告诉我 我现在就放你走 这里的事我会处理 天快亮 你赶紧从后面走吧 感谢救命之人 快 快 快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身体受了伤 还是先到屋里再说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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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慧琴 慧琴 卫星 卫星 快走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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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大哥 发生什么事情 爹 你既然顺便吧 都说我不好 都说我不好 连累了你们 这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身有重任 要到南方去 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到云方山 去找我一位朋友 他就会命 你放心吧 我会照顾自己的 你日后有空的话 回来看看我 你回去吧 卢大哥 你多保重 好 再见 好 客官 天色已晚 路途险恶 到前面的渔村住一宿 明天再启程吧 好 老伯 明天见 好 走 走 快走 快走 干什么 让他抓起来再说 站着 不得无礼 请问壮士你是 我只是路过这里想结束一宿 是这样的 请进来再说 好 坐 请 请问壮士高姓大名 我叫卢阿弟 请问两位是 他姓陈 我姓苏 我是这个村子的村长 刚才冒犯了 请多原谅 你们村子里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刚才我们误把你当成是海盗派来的探子 海盗 是的 海盗来过我们村里 见我们七天之内交出白银千两 否则就把我们整个村子产平 那你们村子里人呢 我们是靠捕鱼为生的 年轻的都出海去了 剩下的就是老洛富儒 再说我们也没那么多银子 为什么你们不去报官呢 山高皇帝远 官兵兴师动众而来 海盗就闻风而逃 官府也奈他不可 海盗就越来越猖獗了 壮士 我看你一定武艺高强 如果你能救我们这个村子 我们请愿赴你银子 我不是为银子而来的 路见不平 我只能拔刀相助 这是我分内之事 那你就是答应救我们了 单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高的 我有几位江湖上的朋友 也许我可以找他们来帮忙 罗壮士 那我们全村人的命就交托给你了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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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消息都没有 这就是想办法 来 回来乘 好 村长 那个卢阿弟去了这么久 现在是一点消息也没有 现期已经快到了 我想他会不会是一走了之 别胡说 我看卢传世绝对不会是这种人 是啊 不然他也不会答应帮我们了 那就很难说了 人不可以貌相 他只不过是路过这里 跟我们有非亲非故的 怎么会帮我们卖命呢 我看我们还是另找后路 别再做梦了 我们也实在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有等待 天天有命吧 秋实良 高兴 这次蒙二位抽空相助 真是感激不尽 杜大哥 你这样讲就太见外了 当我在龙阵卖艺的时候 那帮恶霸来捣乱 如果没有你出手相救 我的命也保不到今天 是啊 卢兄 上次我押标的时候给山崴抢劫 当时不是你帮忙 我的标师也做不成了 所以你也不必太见外 救人一命 盛造七级浮屠 二位帮忙击退海盗 就等于是行善积德 时候不早了 我们上路吧 好 小二 收钱 来喽 站上个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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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 为什么来杀我 我叫程川 是为情儿来的 有人请我来杀你 取回家上 我明白了 你是神法派来的 快走 我们三对一 你不是我们对手 既然你是为情儿来 那就好办 怎么说 现在我给你个好差事 好 说来听听 什么好差事 我请你去杀海盗 每杀一个海盗给你十两银子 你先赚的那笔 再跟我算这笔 请 请 圆壮士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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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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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罗传师 辛苦了 哪里 这两位 他就是双刀邱世良 非刀手高薪 那一位呢 好 他就是想要收买我命的 乘川 罗传师 你真会开玩笑 你们辛苦了 我先去准备点韭菜 你们先歇一会儿 走 好 好 奇怪 现期已经到了 为什么还没有海盗的消息 无论怎么样 我们还是要做好准备 这次多亏你们相助 大家也就放心了 别客气 路间不平 拔刀相助 这是我们分内之事 好了 你也早点歇着吧 那边见 勒大哥 什么事 没什么 我看成川等的不耐烦了 我一定要拿到那笔钱 君子一眼四马难追 大家来了这么久了 我想一定闷得发慌了 我们村里准备了酒菜 明天请大家高兴高兴 这是整个村子的地形 海盗真的要来 只能从水路沿这条路上来 我们要把我们在这个缺口做好防备 海盗是很难攻进来的 大家必须提高警觉 如果海盗要进村的话 必须从这个路口进来 我们派人日夜看守着这个缺口 一发现海盗的踪迹 就马上敲钟报训 这次要是海盗真的要来 我们一定把他们一网打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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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神亮 现在轮到你看守了 要小心点 我先回去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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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捡 捡 我们捡 换 换 突出 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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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走 走 师兄 我等了你很久了 我路上有些事所以现在才到 我已经把你的事告诉了这里的主持 你的伤怎么样了 好很多了 我带你进去吧 好 请问行者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从佛出来成佛处去 何为佛性 佛性无常 佛性无二 佛性非善 如何成佛 我心自有佛 自佛是真佛 自若无佛心 向何处求佛 既然你精通禅礼 我就为你剃度 阿弥陀佛 alling 和坏 吉他 直辰 吉他 文规 比 apologise 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剃下娘生发 除一切烦恼 亲修戒定会 消灭贪真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转发 订阅 骑兵主持 什么事 弟子派人查出 悟性影迹多年 最近在保陵寺落发梯渡 树立南方势力 吴大人那边有消息了没有 一直也没有消息 事不宜迟 马上召集寺内高手 待命出发 弟子遵命 也没有消息 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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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回去 不要惊动其他人 好 山伐 我知道你早晚会来找我的 这是我和你的恩怨 请跟我来吧 杀了这个叛徒 上 阿弥陀佛 这是他们两个的事 与你们无关 如果你们要动手的话 我就不客气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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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滴 走 好 来 来 好 走 你怎么回事 我们本是同门兄弟 不应互相残杀 不用多说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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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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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 我在东山寺已经让过你了 我把你帮你了 冒犯佛祖 不要替天行道 优优独播剧场 神发 袈裟我送给你 它只是一件信物 并不代表神职和权力 你为了想当主持不惜破戒而争夺袈裟 这只是你心魔作祟走向歧途 要当主持 你必须修心养性 精通禅礼 行善积德 才能修成正果 一定会受到众生的爱 师弟 袈裟是师父传给你的 请你回东山寺当主持 是吧 我已皈依本次 同是佛门弟子 不分南北 你还是回去吧 我一定修心悔改 以求正果 后会有期 阿弥陀佛 那很快 我是任何人 大哥 我现在欠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